我是Eva 今天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三個簡單的補強氣色技巧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隨著年齡的健長 每天要做的事情好多好多喔 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很忙 譬如要上班要上課要打勾 要參加比賽要提案 要做好多好多事情 那事情一多最容易被犧牲的就是我們的睡眠時間 那睡眠時間一短 氣色看起來就會非常非常的糟 可是通常氣色很糟的時候 不知道是墨菲定律還是怎麼樣 就會遇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譬如說 在兩個月後我有一場婚禮要參加 我是接下來有什麼活動要忙之類的 你就會覺得很崩潰 為什麼我氣色已經這麼糟了 上天還要把我逼成這樣 但是還是會有解決的辦法 所以今天呢我的美的日記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 三個補強氣色的技巧 希望你們會喜歡喔 那第一個技巧呢 當然就是敷面膜 因為敷面膜的原理呢 是你把那個面膜布服貼貼在臉上之後呢 它會稍微讓你的臉的溫度提高 然後讓你的毛孔微微張開 這樣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那個保養成分 所以敷完臉後我們會很容易覺得 欸皮膚好像變透亮囉 皮膚好像變得保濕保水的那種感覺 那面膜就是有這種急救的功效 我之前在Snapchat上面有跟大家分享過這一款 紫色的阿爾卑斯雪融化面膜 然後它是美日記初的一個比較滋潤型的面膜 然後我覺得它敷起來就是很服貼很滋潤 還蠻適合乾性肌膚的這樣 那今天我想要來示範的呢 是這兩款美日記在2016新出的面膜 是比較清爽質地的面膜 會比較偏向透明精華液那種感覺 它的特色有三個 第一個呢是它加入了一個叫做超導滲透素的成分 它可以加速面膜精華液的吸收 然後第二個呢它是屬於比較清爽透明的那種精華液 所以我覺得油性中性的肌膚應該也都還蠻適合的 就不用怕它會黏搭搭的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它的精華液很多 好處就是呢我敷完臉之後呢 我可以再擠一些精華液出來面膜紙上面之後 再繼續敷脖子或是敷膝蓋比較乾燥的地方 這次新品最主打的呢就是這款黑珍珠面膜 除了基本的保濕外呢也有亮白的效果 那我覺得敷起來是真的有服貼到 它的質地呢是屬於透明的精華液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敷起來不會覺得黏膩或是不舒服 那這邊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有提到亮白或是美白的任何保養品啊 它們都需要一段肌膚更新的時間去讓那個效果顯現出來 所以如果想要加強加速有這樣的效果的話呢 我建議可以在敷臉之前呢搭配美白精華液 然後這樣雙重的保養的話效果會更加速的出現 再來是這款仙人掌面膜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保濕 那我覺得它這款的味道非常特別 是一個很夏天的味道 不是過度的香 那在敷臉的時候就會聞到那個味道會浮現藍天白雲 然後覺得好像夏天在度假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依自己的膚況決定一個禮拜要敷兩三次面膜 我也是依照自己的膚況決定到底是要隔多久才敷面膜 有時候一個禮拜敷一次有時候兩三天敷一次 就是看自己皮膚的狀況來決定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技巧呢是用簡單的修容來改善氣色 讓臉部看起來更有精神 那第一個呢我要分享的是就是鼻影的修容 就把鼻影畫出來之後整個鼻子會更高 你就會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然後無關也很清晰這樣 畫鼻影的技巧呢就是你可以選這種比較接近淡咖啡色的眉粉 然後用它附的這種眼影刷 這樣沾一下 然後先在手上試畫 把顏色畫到最淡 然後呢在眉毛跟鼻樑中間這個三角形的部分 畫一個淡淡的三角形 然後再把它暈開 這樣鼻影就出來了是不是超自然 再來是把另一邊的鼻影也補上 然後就是從眼頭前三分之一到這邊 畫一個三角形 然後把三角形暈開 這樣有沒有鼻影就出來了 鼻子這邊有兩條 但是看起來是鼻子比較高的感覺 再來第二個要修容的地方呢 是顴骨的地方 我覺得要讓顴骨看起來比較高的話 整個氣色會比較好一點 修飾顴骨的方式呢 就是從這裡高高的地方 這樣畫一點Bronzer到中間 這樣自然顴骨就會立體的起來 好嗎? 這一邊也是 用這種橘色的Bronzer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自然就是 臉這樣子往前的感覺 好 最後一個小技巧呢 就是畫上你的腮紅 因為如果你整個臉 非常的蠟黃 氣色很糟 然後再上上粉底之後呢 你看起來也只是一個很蒼白的人 但是打上一點粉紅色的腮紅呢 整個人的氣色就會紅潤了起來 看起來精神會比較好 腮紅呢上的方式非常簡單 你只要畫在笑肌的正中央 這裡 畫一個圓形就好了 是不是很快臉就紅潤了起來呢? 好!然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整個人的氣色要看起來很好的話 一定要從最底的肌膚開始保養 就可以利用敷面膜來讓皮膚的底 皮膚的質還有整個氣色變得很好之後呢 再利用彩妝的小技巧 有一種頸上添化的感覺 可以讓整個氣色看起來更加分 最後呢我要來舉辦一個抽獎的活動 就是抽我身後的那些面膜 一共會有五個名額 然後一人我會送你們三合面膜 那抽獎的方式呢 請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在影片下方按一個讚 之後呢你就到資訊欄下方的一個抽獎連結 點進去之後呢在那個貼文上面 按讚 然後按公開分享跟留言給我 任意都可以 一個禮拜後呢 我就會抽出幸運兒 那幸運兒記得要在三天之內 把你的收件地址資料寄給我 這樣我才會寄出喔 不然我就會把名額輪給下一個人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我每個禮拜一都會在我的個人頻道 18link上面上傳影片喔 掰掰